阿弥陀佛 那我们来谈念南无阿弥陀佛 跟念阿弥陀佛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繁星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能平稳平顺 你只要多两个字 你念出来就 这样比较短 比较短的时 那你念的会怎么 那个比较短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 念六字跟念四字的来讲 念四字的能比较 对比较 那念起来就是比较平稳一点 比较能定心一点 你不要念六个字 念四个字 当然在什么时候我们叫南无 我们在慈大悲咒的时候有没有 牵手牵眼观世音 叫陀鲁尼基里面不是有讲 我们要慈大悲咒之前 要先念三句的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 还有三句的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时候就要先要念南无 因为那是慈咒 它必须要 所以要多一个南无的意思 其余的假如说我们是在念火定心 我在念火上面 要修到念火上面 你就不要念南无 念阿弥陀佛 以四个号来射心 不要用六字的 那是在法会 比如说我们要收一本经典之前 比如说我要念阿弥陀琴 对不对 当然我要先念三生的南无阿弥陀佛 我要归一鼎礼 南无阿弥陀佛 我要诵阿弥陀佛这份经 表示我归一 我依止 我鼎礼 我顺从阿弥陀佛经 阿弥陀佛所教导的这些教义经义 所以我要先念南无的意思 所以我们假如说要诵经之前 你要念这一根火号 好像我要持大卖咒 我要先念浦门瓶 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要念药师经 你要先念三生的南无阿弥陀佛 这时候就要念南无 平时要说你是单纯的念佛号而已 就念四字阿弥陀佛 你念药师流离光火 你就念几个字 几个字 药师流离光火 不能少一个字 很多人都省略下来 这样不要说不严满 要南无阿弥陀佛 你教练南无阿弥陀佛 可以通吗 可以通吗 不通 阿弥陀佛是无量 阿弥陀佛是无量 无量光无量瘦的意思 无量光明的一尊佛 叫做阿弥陀的意思 阿弥陀三个字是无量的意思 无量瘦无量光的一尊佛 大智慧大慈悲大觉悟的一尊佛 他有无量瘦无量光明的 所以我们念佛号不能多一个字 不能少一个字 很多人念药师如来 没有这尊药师如来 你们去修看看 看什么药师如来 南无药师流离光如来 光一定要练出来 所以假如说你是持药师火的名号 你就练药师流离光如来就好 南无不用练 要诵经的话要持药师座的时候 诵经持座之前 你要先念三身的佛号 那你要教一个南无 诵阿弥陀经你要念三身南无阿弥陀佛 诵药师经你要念南无 什么药师流离光如来 要诵经当心要念哪一尊佛 南无释迦摩尼佛对了 这样了解吧 那念佛命平要念哪一尊菩萨 南无观心菩萨 要念地藏经呢 南无地藏菩萨 不要多一个王 那来到中国比较大到点 要多一个王 本尊的地藏菩萨没有个王字 南无地藏菩萨就好 嘿 这样懂了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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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